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到了甘肃的五威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五威 五威武 非常的霸气 那五威这个名字是如何来呢 在汉朝时期呢 汉武帝让霍去兵勇出兵农西 攻打匈奴 击败了修托王和魂邪王 缩毁了河西之地 为了大洋军威和炫耀武功的意思 将这里改名为五威 并且在河西之地设立四郡 就所谓堆黄郡 九泉郡 张艺郡 还有这里的五威郡 后来呢 为了方便统治 将天下划分为十三州 这如今的甘肃大部分地区 还有周围的一些地方 就所谓并州 这并州刺史 它所在的之所 就是为五威郡 在五威呢 它有一种声音 就所谓战马的失明 在梁东呢 它是自古才马 铲两马 让中原帝王是羡慕不已 这如今呢 这里是出土了 马踏飞翼的铜飞马 造型独特 仿佛在空中奔跑 三角同空 虽然这五威 它也是为天马的故乡 读三国的时候记载 梁州兵是骁勇善战 说的就是这里 这马腾原先是陕西扶红人 后来来到梁州发展 并且在这里割据 称王称霸 可以说呢 这五威也是为马腾马超 他们负责到人的第二故乡 到了东晋十六国 这政权是比较动荡 在梁州就是着部建立了几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前梁 后梁 南梁 西梁 北梁 葡萄梅酒夜光杯 玉影琵琶马上吹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登战 几人回 这唐代诗人王汉 所写的梁州词 在唐朝时期呢 这甘肃的丝丝之路 是国力强大的一个体现 西域的很多物品 通过丝丝之路 开始流入中原 中原的很多物品 也是通过丝丝之路 开始通往西域 在梁州一地 也是为当时唐代诗人 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很多人都描写过这里 到了宋朝时期呢 在甘肃 它是被西夏所占 并且也是大力建设 当时的五位 也是仅次于西夏的国府 穿越千年的历史 这如今的五位市区呢 远没有我们想象中 那种大西北的花梁 和东北的一些城市 是一样的 这里呢 是古迹很多 又出土了 马达菲英的雷台汉墓 他们崇尚佛教 是建立了很多的寺院 佛音不断 还开导了石窟的鼻祖 天一踢山石窟 习君大佛 威然而坐 我们在这呢 是发现 这门楼上的牌柄 它梁州的梁 是三碟水 这北京的朋友呢 就调侃 因为围着地方是缺水 所以呢 就写了三碟水 多一点水 多一点清凉 在水少呢 这首元帝 杨建的弟弟 杨爽 是为梁州宗管 这呢 就是为他的地盘 他这两次初中突厥 是大胜而归 但是非常不幸 他在二十四 就去世了 其实呢 在当时水潮时期 这两桌的梁子 就所谓三碟水 这呢 是为天马的故乡 又说不完的故事 是我们走 石窟之路 重要的城市 现在我们沿着 石窟之路 继续前行 市民 有没有 口 gn 在门